LIDAR是最簡單的 從英文的字面上來講 它就是先進駕駛輔助系統的定義 輔助的定義就是我用透過一些智能化的設備 包括鏡頭、LIDAR、超音波、甚至是所謂的Vembo LIDAR 所構成的一個感測 就是跟人一樣有五感 他要有一個距離感測,要對帳戶的認知 有這些認知以後,他可以協助一些控制 這些控制產生的時候,完全以從輔助的角度來看 而不是從全自動化的角度 所以他會先進來一個輔助裝置 台灣的立基在過去來講 是有非常好的一個電子代工的能力 再來是電子代工在製造上面是有強項 但是唯一能不能晃過的可能朋友大概是 它是一個新興的一個不一樣的 可能需要不一樣的製程 不一樣的概念去組成的一個系統 不是過去三星的一個Vibus 因為那時這種車輛電子領域來講 他會在一個是人車路,甚至人機互動 他就必須要做到一個協調性 才能達到一個完整性的功能 去協助駕駛者 對 我會從兩個角度來看 能量是夠的,但是技術能力是不足的 是 因為第一個,我們台灣市不是一個 我們的車輛產業 不管哪個產業都一樣 說到市場的限制 你有市場限制,你就沒有那麼大的測試量 你沒有那麼大的測試量跟時 你就不會有很好的市場返銷回饋 所以你的技術就會停滯在一個程度 所以一個,你沒有那麼大的空間 你就必須用時間來換 先進去我覺得,我剛才已經講 基本能量是夠的 但是就是,我覺得在於說 你怎麼去看待一個 五到十年去養成的一個市場 你能不能接受這種推薦 你能不能支撐這個 你有沒有是信心走路者 就像說你有沒有信心去打全市場 創造更多的一個 你讓全世界去相信 你們可以做得到這件事情 畢竟我們是 比較過去來講,比較雖然液體感動 對於軟的部分,其實只是嘴巴講 但沒有花很多的時間去建立 我們在把你的實力又在建立在所謂的手機APP上 並不是在於很紮實的從 軟體有分好幾層 然後像润體層啊 有多威脂啊 或者是甚至到所謂的應用層 並沒有太著重在這種功能性的發展 也要不要再改善了 你說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